大家好啊 土工中国没强化 中央财政没强化 地方财政就更没强化 没强化那就抢呗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问题 不要那么复杂 比如说我写这个百年金融旨笔记 当时我写的时候 其实我也挺傻的 把这个公私合营写的是金天地奇鬼神 完了以后 把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找到了 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是毛泽东的 他要搞社会主义 要搞公有制 是吧 其实公有制只是一个噱头 你说是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 我有点明白了 其实就是抢钱呗 公有制的目的是 把所有人的钱抢在他的手上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 天下围攻这样破词孙中山的 这个什么什么 后来还有人写了一本书 这叫公天下 这都是抢钱的一个信号 不要信他们的 这个其实共产党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搞公私合营 习近平之所以要高喊搞哄和所有制 其实就是抢钱 你就这么地 啊 就是打家接涉抢钱 这是共产党的本质 事实上啊 不是共产党这样 所有人都这样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天我把自己打扮的德高招人 一口漂亮的这个欺骗你的话忽悠你的话 其实我就想忽悠你的钱 没什么好说的好不好 这个共产党啊 地方政府没钱了 他就只能抢 过去呢 说抢点这个储户的钱 抢点这个街街头小贩的钱 抢点这个中产党的钱 那不算抢 因为你太麻烦了 是吧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还要抢就抢大的 就像那些什么水浒传一样 想吧 就搞一个生成钢 是吧 那就一笔大买卖 所以现在这个中共啊 就地方政府啊 就开始就是公开的抢劫 上市公司 而且是私人企业上市公司 哎 他有几个基本的标志的啊 首先他抢钱 这是第一 第二的抢谁呢 抢民营企业 私人企业家 第三 一般的民营企业家 他看不上 一定要抢那个上市公司 是吧 上市公司有钱呢 所以我的兄弟们告诉我啊 所有在中国上市的民营企业 所有在中国 在美国上市 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 这回都讨不妥 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政府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找他们抢钱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故事 就已经爆料出来的啊 说上市私人企业的脑大 脑二脑三 就是一把手 二把手 三把手 都依次被警方带走 完了以后呢 也不说你犯什么错误 就把你关在这个黑屋子里面 然后呢 也不提审你 是吧 也不问你什么话 就是关注 然后呢 开着一个巨大的探照灯 完了以后 给你放巨大的噪音 一周之内不准你睡觉 是不是 他也不骂你 也不打你 他就不让你睡觉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得懂事 是吧 人家找你要钱呢 然后你架不住 你就说 哎呀 别这么折腾我嘛 有话好说嘛 在中国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嘛 哎 懂事 懂事 多少钱呢 三千万人民币 不多不少 拿三千万出来交人 是吧 钱到了 人就放了 我没有打你 我没有寻刑逼供 是吧 我也没有违反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中央的关于民营协的政策 我也没有违反习主席 这个国务院的政策 是不是 我只是因为一个别的事情 可以说你涉嫌什么什么别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我也没打你 是不是 钱一交易走人 而且这个三千万呢 必须是由你的个人存款里面 给他们 而不能由这个公司的财务里面走账 不行 因为公司的财务如果走账的话 你因为你是一上市公司 你需要公告啊 有一笔三千万出去了啊 公告了 干嘛了干嘛了 一笔业务是不是 不行 你的私人公司 是吧 你的私人账户 你的美国的账户 你的香港的账户 把钱打过来 或者你的亲戚 也可以把钱打过来 只要三千万一到账 立马 人就就可以出去了啊 说这个 这是 叫做地方政府联合这个中共的各个地方的纪委 所采取的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抢劫行动 所以这个游戏就大了去了啊 首先是纪委 说中共中央的纪委已经默认这个事情了 习包子呢也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他假装不知道 睁一脸 闭着眼 因为他知道啊 地方政府真没钱了 很多地方没工资发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三千万到账 没有一个人敢吞到自己的这个口袋里面啊 这个你放心 一定是进入这个财务 进入这个政府机关的财务账户 去给这些给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发工资 那昨天我们说过啊 说国务院以口气叫停 27个省的这个基建项目 包括这个天津 首当其冲天津是自下市啊 开玩笑 所以有人就就就就就那个什么 就据此分析啊 这个背后有巨大的猫腻啊 为什么是首先天津排第一呢 你把天津的放在后面行不行啊 不行 说是这个天津市市委书记是陈敏儿嘛 陈敏儿曾经是习包子的支江新军里面 排名第一的这个接班人嘛 而且陈敏儿是最年轻的对吧 他六年后嘛 挺有意思的是最后 西包子的太监的常委出台以后 陈敏儿没有在里面 而是蔡奇和这个李强啊 然后进去了 所以现在李强这边的蔡奇这边的联手呢 要阻击这个陈敏儿 完了以后以国务院的名义 要把陈敏儿一掌拍死 把它阻击在下一届常委之外 如果陈敏儿一上来的话 这支江新军里面啊就打起来了 包子里的团队太监团队里面就打起来了 他是这么解释的 有没有道理的 有 但是这只是一种分析啊 只是一种分析 我呢说经济就只说经济 我认为之所以天津要搞什么 以激进的名义套这个中央财政的钱 给老百姓给他的公共员发工资 是因为天津真没钱了 天津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落后的地方 我做这个学者的时候啊 我做过城市经济的调查 我跑过苏南 跑过杭州 跑过上海 跑过天津 跑过这个广东 跑过香港 我做地域经济调查 我当时最令我震撼的就是天津 天津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地方 北京这边有一个叫做缓北京贫困贷 其实天津就在贫困贷之中 天津曾经是天津味啊 好得不得了 但是不是 北京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 在民国的时候 北京这个地方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北京人不搞经济 为什么 因为天津隔得太近了 天津的经济好 北京就好 所以天津是北京的长期以来的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叫做金库 是吧 财神岩 结果呢 到了共产党之后呢 天津就彻底败落 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共产党把北京看得太重了 它是一个城市经济的一个典范的例子 所以天津这个地方的经济真没钱 任何一个人到天津做市委书记 你首先面对的就是庞大的财政开支与落后的经济 这件巨大的张力 它根本就搞不定 所以它只能抢 是吧 所以现在土工中国的就是地方政府 完了以后这个纪委 然后两个人联手 然后对付这些个上市的私人公司 一个一个的抓 他们说抓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它是从中层开始抓起的 首先我就抓你的什么呢 业务经理 叫业务部长 是吧 然后抓你财务经理 财务部长 完了以后 然后抓你的副总 最后一个抓你的这个老板 他怕事儿大 如果把你的财务老总给抓过去 是吧 你如果懂事 赶紧交三千万走人 结果呢 觉得财务不是老板吗 财务是打工的吗 是不是就老板就不畏所动 还在坚持 在找关系 走后门 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摆平 摆不平 最后共产党的警察也没办法 就直接就是把你的脑总给抓进去 关你一个星期 你绝对会乖乖的交钱 说这个中纪委的人和地方纪委的人说了 这是一个全国的行动 习包子知道 中共中央纪委也知道 但是他们都不管 都假装不知道 而且他们都有指标 从各省的招商办开始抢 是不是 只要有问题 就把私人老板抓起来 一抓一个准 找一个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先把你抓起来 是吧 这是土工的本质啊 真的 有些人就是说 这个什么 在网上把这个事抖出来了 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震撼 有什么震撼呢 这是共产党的套路 比如这个哥们就说的 啊我们公司老板啊脑大啊不行了 是吧被抓进去了 是吧 然后这个在山西南 在山西大同 在江西南昌 在江苏 在长沙 在很多个地方都出现同样的情况 是吧 说这个商人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私人企业家 被挨够了喝茶 先是喝茶 看你来不来事 懂不懂事 交钱 如果你不交钱 抓人 关你 非常有意思 一个人三千万 买的就是你的一个自由 是吧 人家说的特别清楚 我们也不为难你 是吧 你搞钱 把钱拿来 你要知道一个上市公司 一口气拿三千万 并不容易 很多上市公司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他们的很多的钱呢 有一句说一句都是转移到海外去了 这时候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 乖乖的只能把自己的钱 从美国账户 从香港账户 从新加坡账户 然后再又打回来 又交给当地政府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过 人哪 在逃离中国的时候 先是钱逃走 是吧 完了以后 接下来一定要采取第二个步骤 人要逃走 如果你钱出去了 人没有出去 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没办法 所以不要那么傻不拉机的 好不好 还有一个老板说 说你们为什么要关一个星期呢 我就关了一天一夜 24小时我就受不了了 所以当时我就让我老婆 把钱就给交了 是不是 必须交啊 不交你 人都会死掉 一个星期不让你睡觉 人会死人的 都不是年轻小伙子的 是吧 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态势啊 这是一个态势 说后来呢 抓的民营企业家多了 很多民营企业没钱 所以有些地方的机委 就把指标降低了 三千万有点多是吧 那降低降到两千万是吧 两千万买一个自由 也可以 哎呀 其实这些东西说起来呢 非常的普通 也非常的荒诞 但是又非常的平常 在中国我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说了说去 还是我以前说的这句话 钱要走路 钱要跑路 人更要跑路 钱出去的人不出去 共产党有的办法收拾你 谢谢